日本平价服饰品牌优衣库在1月16日宣布 控告中国快时尚品牌Shine 表示该品牌推出的产品半月代 有超齐自家商品半月包的嫌疑 要求Shine立刻停止出售该产品 并赔偿相关损失 优衣库在2021年推出半月包 以尼龙制造 配色多而且实用 成为很多人日常备用的潮流实用包款 半月包还在2023年拿下时尚数据网站 莱斯特年度最受欢迎单品 成为优衣库成立至今最畅销的包款 也因此成为其他品牌山寨的目标 优衣库在16日的最新声明中 指控Shine仿冒半月包设计 以严重损害顾客对优衣库品牌 及其产品质量的高度信心 并以违反不正当竞争防止法 向日本Shine公司及旗下两间子公司 Rodget Business时尚之选进行提告 事实上 这不是Shine第一次挨告 2023年 H&M就曾向香港法院提告 Shine期犯版权 指出双方产品有极为明显的相随处 目前 官司还在进行中 2021年时 Shine也被曝出抄袭多家知名国际大厂的服饰 先前也曾遭到 李维斯特劳斯 Dagdon Madens 拉尔夫 劳伦等知名大厂提告 许多网友还可以穿上 Sara和Shine的多款相似服饰 让网友们进行比较 Shine成立于2008年的南京 原先是先专卖婚纱的跨境电商 但是 由于低价婚纱市场已经饱和 Shine业绩始终没起色 后来改变定位 2010年 Shine开始模仿 Sara H&M风格 大量产出流行服饰 以及鞋包配件 甚至化妆品 首饰等 并且把目标客群放在国际市场 不特意强调来自中国 不针对中国市场行销 网页也完全没有中文 2015年 Shine开始在社群平台大量投放广告 以新奇的设计和夸张低廉的价格 吸引顾客进入网页选购 因为价格便宜 网项丰富 加上搭配当地网红大规模宣传 Shine逐步为大众所知 2019年 Shine将总部迁移至新加坡 许多摆脱它的中国形象 在疫情期间 Shine更是人气飙升 目前已经累积超过700万的活跃用户 并成功将产品行销到全球220个国家 成为亚洲最具代表性的快时尚品牌 2022年 Shine的年收入已经高达240亿美金 甚至取代Sara 成为Google最多人搜寻的品牌 Shine会爆红有几个原因 第一是价格低廉 Shine在收购了中国某间女装品牌后 顺利拥有自己的服装供应链 可短时间内大量产出商品 压低售价 例如T恤和短裤等在网站上的售价通常为5美元或更低 第二 并开实体店模式 因为价格低廉 品质不优 Shine回避了消费者在实体店面触摸检查商品的第一现场 只是偶尔开些快闪店 拓展知名度 因为纯线上运作 疫情期间Shine甚至又一波爆红 成为2021年下载量超越亚马逊的购物APP 第三 商品丰富 在拥有自家生产线的优势下 据说Shine每天可以生产多达6000件新产品 让网站上随时都有60万件商品可以选购 而且每个商品产量不大 销售状况不好 就立刻下架砍掉 以最快的速度回应消费者的喜好做调查 根据BBC调查 Shine的商品中只有6%能维持90天以上 此外 Shine还在Instagram和TikTok上精准投放广告 并大量与当地网红合作 例如 免费提供数十套衣服 让网红们像芭比娃娃一样 在镜头前不停变换造型 以吸引消费者上线购买 哈喽姐妹们 有很多姐妹问我 北美这边买衣服是不是都是割韭菜 好看的衣服都是那种设计款的 也特别的贵 便宜的那种衣服呢 都是那种通的款式 所以我们在北美真的买不到好看的衣服了吗 No 今天就给你们推荐一个卖辣妹服装的北美的APP 价格都只要个位数 你们敢信吗 刚好我的快递今天也到了 那我们就拆一箱来看看吧 为维持产品项目够丰富 Shine号称拥有3000名设计师 不仅如此 据说还导入AI做数据分析 甚至设计产品 根据统计 Shine从设计到上下 平均可将时程压缩在10天内 比知名品牌SARO H&M 大约1到2个月的制作时程 还短上许多 因此有人说 Shine不应称为快时尚 而是要叫它超快时尚 然而这样的超快时尚 当然带来不少的问题 一个正常的设计公司 有可能每天产出6000种设计吗 答案当然是不可能的 因此Shine变成了山寨常客 现在网上偷取其他品牌 和设计师的设计概念 稍微改造后就成为自家产品 根据公开的法律记录显示 从2019年以来 Shine被列为美联邦版权 或商标侵权案件的被告次数 几乎是H&M的10倍 在社群上 也能看到很多独立设计师 抱怨他们灵感和设计产品 在未经许可下 出现在Shine销售 一名洛杉矶设计师 Lehar Keller就曾在网上控诉 Shine在未通知他的情况下 擅自模仿他设计 并在自己网站上贩售的徽章 但价格比原本低非常多 凯勒表示 他后来加入一个Facebook群组 在那里和其他设计师交换了 遭到Shine盗窃设计的情况与心得 他说山寨的情况已经失控 每天有太多人从Shine买东西了 Tina Mendel是一位设计印刷品 和贴纸的德国艺术家 2020年7月 他在发现Shine销售 有他设计作品的产品后 多次写电子邮件向网站投诉 但是Shine回复并宣称 这将产品不是Shine生产 而是来自第三方供应商 只强调未来会更彻底检查 Shine还对Menzel提议说 因为网上已售出15件 有他作品的提取 因此提议给他40美元的利润作为补偿 这让Menzel非常生气 认为这种事是不可接受的 而且就在他与Shine持续交涉的当下 他的设计还开始出现在其他产品上 包括手机壳 Menzel表示 Shine总共未经许可 在产品上使用了他的设计9次 而且看来毫无回忆 2022年3月 美国街头服饰品牌 Stasi Inc.解诉Shine 同样表示Shine未经许可可贩售 有他们商标的衬衫和鞋子等产品 不过Shine否认了Stasi Inc.的指控 此外 墨西哥文化部在2022年 抗议Shine其中一件女装产品 和他们国内的手工服饰品 Yoke Trulose 在2017年推出的传统刺绣服饰几乎雷同 2021年 一位美国新晋时装设计师 Belle Plado 在IG上贴文指出 个人品牌的招牌作品 毛衣外衫 被Shine盗用设计 并以超低的价限在网站上出售 让他非常生气 被盗取的设计包括 Belle Plado手工编织的胸罩 短裤 短裙 及长裙等等 数量多达45件之多 面对Belle Plado的指控 Shine并没有正面回应 也没有主动联系Belle Plado 只是偷偷摸摸将涉嫌抄袭的商品下架 试图装作没有这回事 这也是Shine在面对小众设计品牌的指控时的一贯做法 先是把责任推给第三方供应商 宣称没有抄袭的意图 在与受害者私下达成和解 福特汉姆大学法时尚法律研究所创始人 Susan Scafidi表示 对于类似Shine这些超快时尚零售商来说 诉讼风险是他们做生意的日常支出 见怪不怪 除了大量抄袭争议外 Shine喊屡次被指控压榨员工 英国节目China4曾经派记者潜入工厂 卧底拍摄制作纪录片 他们发现工厂员工没有固定工作时间 薪水一见记筹 每天至少要完成500件衣服 这导致员工的单日工作时间长达18个小时 而且每月只有一天休假 月薪却只有4000元 如果成品不合格 还会被退货扣薪 是名副其实的血汗工厂 还有人权专家怀疑 Shine在中国的制造链 可能也包含新疆的合约制造商 这些制造商对外宣称是代工厂 其实就是中共关押维吾尔族 强迫进行劳动改造的场所 尽管Shine不停强调 没有强迫劳动的事情 但相关影片和讨论仍然不断出现 2022中TikTok曾流传过一段影片 里面出现许多Shine的标签 其中包含来自工厂工人的讯息 例如 请帮助我的纸条 Fedex快递包裹上 Helper的亲笔字样 以及衣物清洗的标签上 穿插一句需要你的帮助 虽然这些求救讯期的真实性上代查证 但可以肯定的是 作为快时尚龙头品牌之一的Shine 他们的供应链状态 劳工政策和工作环境 是所有企业中最不透明的 除了劳动条件的一律外 Shine还常被指控为压低价格 使用大量不环保不耐用的原料 甚至多次被爆出 含有害化学物质可能会致癌 也有不少消费者抱怨 Shine的衣服只穿过一次 就破破烂烂 只能丢进垃圾桶 这又产生大量垃圾 造成过多浪费 对环境造成危害 而且在Shine 如果消费者购买衣服后不喜欢 或是因为不适合退货的话 Shine就不会像其他品牌一样 离货后再重新上架 而是会直接丢掉 等同在制造大量垃圾 为洗刷这些负面形象 2023年6月 Shine找来起名美国网红 到中国旅游 参观工厂和物流中心 并和工人们见面 想借此消除外界疑虑 结果却造成反效果 网红在影片中 不停赞扬 Shine的物流规划 工厂设计 并宣称 工人们看起来很快乐 影片发布后 引来舆论一面倒批评 认为 Shine明显是 为美化形象而招待这些网红 并对网红们 竟全盘接受企业公关的安排 和粉饰太平的说法 感到愤怒 相关影音 在社媒平台上 受到激烈批评 最终 逼得网红们 不得不删除贴文 Shine也发表声明 为网红们叫区 洗白计划 不但没有赢得人心 反而再度唤起了大家对Shine过往争议的记忆 堪称2023年最失败的行销 即使品牌争议事件不断 不可否认的是 Shine在年轻世代之前已引起旋风 在世界各地都有傲人的销售业绩 成为美国最大快时尚零售商 从2021年以来 便陆续传出Shine有意在美国上市的消息 2023年6月时 有消息人士在微博透露 Shine已经秘密向美提交上市材料 但立即遭到Shine发言人否认 不过仔细观察 Shine也确实动作频频 Shine先是在2023年5月完成20亿美元融资 在红杉资本中国基金 Jana Renner-Atlantic 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主权财富基金 Move Dollar等大牌投资者的支援下 新一轮融资后的Shine估值超过660亿美元 2023年10月底 Shine宣布收购英国时尚零售集团 Fresis Group旗下的快时尚品牌 Misguided 被评论是扩大业务版图的同时 主要是为了准备上市提高估值 路透社在去年7月 曾引用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称 Shine正在与至少三家投资银行 就在美国首次公开募股计划进行合作 并一直在与纽约证券交易所 和纳斯达克进行谈判 随后又传出 Shine在2023年11月偷偷申请IPO 并聘请高盛、摩根大通和摩根士丹利 担任主办承销商 虽然有大量金主支持 但Shine能否顺利上市 仍有待观察 首先是因企业形象不佳 加上背景为中国企业 与中国市场关系复杂密切 使得此上市案 在美国政治界和金融界 引发不少疑虑 2023年5月就有20多名国会议员 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要求 除非Shine能证明在生产过程中 没有强迫劳动的现象 否则应阻止该公司的IPO 同年8月 美国16个州的共和党总检察长同样SEC 要求SEC牵对Shine的供应链中 是否有使用强迫劳动的情况进行审查 才能允许进行IPO 华尔街日报评论 Shine在美国面临的挑战 主要来自于政治问题 西方议员将继续向Shine施压 针对是否使用新疆棉花 以及配合中共对维吾尔族人 实施种族灭绝采用强迫劳动来生产商品 Shine要面对的不只是来自西方的批评和怀疑 还有来自中共监管机关的严格审查 而且这可能是Shine通往IPO之路的最大障碍 根据消息 Shine已经向中国证监会提交赴美IPO计划的文件 中国证监会负责监管中国公司的境外上市 根据中国证监会的规定 如果证监会担心公司境外上市 可能危及国家安全 证监会可以和其他监理机关共同协调 同时又有消息传出 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正在调查Shine处理中国境内员工 供应商和合作伙伴资讯的方式 以及是否能够有效保证这些资料不泄露到境外 近年 北京明门规定持有大量个人用户资料的中国网络平台 银行和电信公司等关键企业必须经过网络安全的审查 Shine的业务与中国紧密相连 包括跟数千家中国供应商采购商品 知情人士表示 这种关系是网信办对Shine展开审查的主因 回顾过去的案例 中国网信办审查类似IPO申请案 通常需要好几个月才能完成 而长时间的审查可能会导致Shine赴美IPO的计划延迟 在习近平的统治下 近年 网信办的权力已大大拓展 所以 最坏的情况是如果网信办认为有严重国安问题 IPO将会直接被取消 滴滴出行和TikTok母公司字节跳动 就是最好的例子 2021年 就在中国 网约车巨头滴滴出行 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成功集资44亿美元上市后的两天 北京立即对滴滴出行发动类似调查 一年后 滴滴出行宣布从美国交易所下市 另外 中国监管机关也曾强烈建议 TikTok母公司字节跳动 先专注解决资料安全风险和其他问题 在此之后 字节跳动只能暂时搁置赴美上市的计划 有这两大科技巨头的惨案在先 也难怪Shine始终对外否认上市计划 并暗中低调进行 从抄袭设计 压榨员工 破坏环境 到设计强迫劳动 资料安全等敏感议题 Shine的商业模式和道德操守 都受到了广泛的质疑和批评 然而 不管外界如何批评论断 最后 决定Shine生死的 依旧是中国共产党 依旧是北京当局 这是中国企业无法回避的宿命 这次是中国企业的宿命